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阿雷今天呢,跟大家推荐几款微信小程序 特别良心的微信小程序 这些微信小程序完全可以替代我们手机上的APP 因为呢,有一些APP我们不是经常使用 我们是当某一种场景的时候才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APP 然后如果我们安装手机上面一直在这扔着吧 然后觉得占内存,如果想要卸载的话 有时候你还可能会用到 那如果拥有这些微信小程序的话 就非常方便了 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打开 也非常节省我们手机的空间 那现在就废话少说开始 我们今天的分享 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啊 然后我们先以这个好玩的开始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叫疯狂变脸 其实呢,我刚开始也觉得这样的一个APP没什么好玩的啊 但是呢,当我打开以后 然后当我选择一张我自己的照片 然后好,选好之后 这个就是生成的我的脸 然后生成的 然后我都自己看了半天 我都不确认这个到底是不是自己 然后我们再变一下 怎么会是我呢 我长得有这么女性化吗 好,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 后边这个有一个端午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他换一个什么其他的 呃,场景 我们点这个趣味看一下 我的妈呀 这个还可以啊 这个有点像 跟我当时穿学士服的时候 这个特别像啊 啊,这些都还挺像的啊 可以可以 这些都是跟我挺像的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就不跟大家去玩了哈 大家可以拍一张照片 然后用这个玩一玩 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好了,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分享了啊 好,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证件照啊 然后这个证件照呢 叫做小孩证件照 好,下面呢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证件照制作啊 证件照制作我用了特别多的小程序啊 但是呢 发现他们都是可以让你去制作的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制作好以后下载的时候是需要收费的 而这个证件照正好呢 不需要啊 不需要进行任何收费 就可以直接啊 来拍摄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啊 然后他这边是可以直接来换底的 我这边呢 就不自己去拍了啊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拍摄 然后有一个权限 然后我们啊 权限之后 大家可以看啊 大家可以看这边呢 是有一个呃 小人头的 你只需要把你的头 然后包括在内直接拍照就行了 或者是你上传一张好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一键的换底啊 换完底之后呢 还有一个排版照片啊 如果你想要去打印的话 就是打印几版就可以去排版 然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保存 好 然后点击允许啊 就这样的就已经保存成功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打印了 好 大家可以看 好 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我刚才已经保存的这张图片啊 这个就是原版的啊 还是很良心的一个软件 它可以直接让我们去导出来 并且是免费的 并且我发现还没有任何广告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小程序 第二个小程序呢 叫做白描啊 白描这个软件 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用过这样的一个软件啊 这个也有一个软件的版本 也是免费的 在ls和这个安卓上面都是有的 但是呢 像这样的这个拍照识别对于普通人来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种软件使用频率不是很高 除非你是文字的工作者啊 才可能就是长期的用到这个拍照的识别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拍照 现在呢 我们去拍摄一下我手机上的这些文字吧 然后点击拍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剪切一下 然后你需要哪里呢 就剪切一下 这样的会更加的标准化一点 我们点击对号文字识别 好 大家可以看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这个文字了 然后呢 会发现这个文字呢 几乎百分百的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下方这些可以复制转发 可以翻译也可以去 呃 叫对啊 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试一下啊 好翻译一下 好 这就是翻译了 并且它是完全免费的 这个白描竟然是连广告都没有啊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比软件上面的那个版本啊 都要好用 软件的偶尔还会跳出来一点点广告 同样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去识别你的相册的这些啊 已经拍好的这些内容啊 还有就是这个批量啊 我觉得这个批量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我现在拍了一张啊 我们再拍第二张啊 这是两张 然后再往下翻啊 这是三张 这边呢是可以直接识别三张或者是更多的 这个批量的话感觉还是挺人心化 比如说拿到了一份几页或者是几十页的一个文件 目前没有电子版就可以用这种形式快速的导出来 它这边还有一个聊天选图识别 还有一个文字翻译啊 这其他的功能大家自己去尝试吧 说到这个文字识别啊 我们肯定会想到一个小程序叫做传图识字 这个传图识字它现在呢 慢慢它的功能已经更加的强大了 很早以前我接触到的时候 它只是可以识别文字啊 但是现在呢 它可以识别什么印刷体 手写体特殊体 包括表格都是可以去识别的 然后还有一个拍照的一个翻译啊 都是可以的 为了测试这个表格能不能识别 然后我就再找一些表格的东西啊 我发现找来找去哪都没找到 然后在大街上偶尔看到有一张卷子 然后呢 我就剪回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些这是个啥题 我也闹不清楚啊 然后我们拍摄一下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简单的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宽度 好 然后点击开始识别 好 大家看 它直接给生成了一个这种excel的文档 然后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给它重命名 然后我们打开文件 打开来看一下 哦 可以 哇 这个识别 这个识别的太好了 大家可以看啊 然后我这样 我这样看一下 我没办法横平 大家可以看 很很可以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再看这个这个图片 识别率非常高呀 那以后如果有表格的话 这个小程序就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个传途十字也是一个老牌的小程序了啊 然后它现在功能更加强大了 白描和传途十字这两个它的功能有一些重叠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使用就好啊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短视频的解析 虽然短视频的解析这一类的小程序是更加的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啊抖音啊快手啊等等这些直接啊给你解析成这种无水印的 但是呢 嗯 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啊 阿峰呢 是我的一个呃 做公众号的一个朋友啊 他自己是懂编程 所以他自己呢就把这个小程序自己拿来做了一下 并且呢 他这个里面做的这个小程序 大家可以看我先登录一下 他基本上是没有给大家设置什么限制 大家可以看他这个下载次数是999次 你怎么能用了这么多呢 但是呢 如果你用其他的这些呃短视频解析的这些小程序 你会看到他会给你设置啊两次或三次 如果想去下载的话 想去使用更多的话 你需要给他点广告或者是分享到其他的朋友圈或者其他的地方啊 反正是比较麻烦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抖音的东西 然后我们呃 点击分享找到复制连接 然后回到我们的这小程序 他就会直接识别你的这个连接 然后我们点击粘贴 然后点击后面的这个解析 好大家可以看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下载视频 我现在是用的iPhone手机啊 然后这个完全是可以下载到你手机里面的 那现在呢就开始下载了 这小程序呢 它是支持抖音快手火山 基本上所有的短视频平台都是可以直接解析的 方法都是一样直接复制连接打开这小程序 它就会自动识别 好现在呢 它请求保存到你的相册 我们点击允许 好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在我们的相册中查看了 好大家可以看 我手机投屏到电脑上播放的时候 电脑上面这个画面比较卡 但是我在手机上是一点点都不卡的 并且它是无水印的 大家看到了 这小程序下面还有一个MD5 就是可以修改视频的MD5的编号 如果你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的话 建议你去谷歌去搜索一下 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 像这有一类的白噪音的这种音乐APP 挺火的啊 有很多人就是睡眠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我确实是没有啊 就是我一般睡觉的话 就是只要是觉得困了 只要沾床就着 基本上就是一两分钟的事 我很少出现说失眠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失眠这个问题确实是困扰了这个社会上很多人 那就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些放松的这些APP 然后这个小程序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广告 什么都没有 都是免费的 我看到有一些小程序 它也是需要收费的 我们来听一下 听到这些声音是不是就会马上把你带到大自然当中呢 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会马上就会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其实人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去放松一下 就像瑜伽呀 就像冥想呀 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解一下 像这些软件当中的音效都是完全真实的去录制的 不是说电脑去生成的 如果你不是一个重度的失眠的用户需要长时间的放松的话 这样的一个小插件我觉得完全就够用了 如果呢你正在被失眠这个问题困扰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些更多的这个关于白噪音的这个小睡眠呀 等等这些app 然后它真正的可以让人去放松下来啊 你平常如果想知道最近七天或最近几天的天气 你会用什么形式呢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先留言一下 我一般用的只有两种 第一种的就是直接去谷歌或者是百度去搜索 然后天气然后基本上就可以搜到 还有一种就是用app 但是我手机上是没有安装任何关于天气的软件的 所以这个小程序呢就比较方便一点啊 用小程序的话 我们的操作步骤也比较简单一点 首先呢我们直接打开微信向下一拉 然后点击墨迹天气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天气了 相对于搜索和打开app来说 它的这个速度和效率更高一点 墨迹天气应该是在天气的软件当中 算是比较可以的了啊 你的手机的壁纸 你是不是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去换一下呢 如果你换一下的话 根本没有必要去下载一些app 同样呢也没有必要去百度或者谷歌去直接搜壁纸 那样搜到的壁纸有时候不是高质量的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小程序了 对不对 那今天呢我只是跟大家呃推荐的这个叫开眼壁纸啊 然后其实壁纸软件还是挺多呢 这个壁纸软件就是非常干净和简洁 然后它这上面直接就会有分类 这个是北极风景星空建筑运动美食文理生活艺术啊等等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呢选择一类的壁纸 比如说呢我们选择这个星空吧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然后进入之后我们会看到它里边推荐的所有的壁纸 都是星空的壁纸 然后我们选择啊一张 然后选择这个塔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长按点击保存图片 好现在呢就到我们的手机上了 这就是我刚才下载的那张图片把它设置成了锁屏 大家可以看还可以吧 这个黑卡相机可能很多人是知道的啊 这些小程序里边的功能就非常非常多了 同样它还有这种黑卡相机的APP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经常用 偶尔用一下的话就用这个小程序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创意大片 哇挺多的 还有一些表情啊 如果你想做这个什么表情包了 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用一下 我搞笑段子 热门女高音 这个是啥 像这种视频应该就是直接上传一张图片 它把你的嘴然后根据声音 然后来AI的呃张大来唱歌 这个只能说现在技术越来越厉害了 最后来跟大家说的就是百度网盘啊 因为我的这个百度网盘呢是绑定在我的这个微信号上面的 大家可以看百度网盘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为什么说方便呢 就是说他现在直接我们点开这些内容 比如说我现在呢随意的呃打开一些东西啊 然后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把你要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分享到朋友圈 就不需要像用这个百度网盘的app 然后分享一个连接 还有什么什么提取码啊 这样在微信分享内容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好 今天的阿雷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微信小程序呢 都是比较良心的 并且呢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广告 我相信你在找一些微信小程序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什么点击分享呀 或者是观看广告才能使用啊 一个广告就是十几秒三十多秒 有时候看一下广告也是可以的 毕竟呢开发者他是需要吃饭的 对不对 其实个人开发的小程序呃 就是为了投放广告来争一些广告费 但是呢有一些大厂 他们做这些小程序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这个品牌 所以他们会在当中不会特别注重小程序 他们当中这个广告的收入啊 像今天阿雷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如果大家需要哪一个小程序的话 大家直接在微信的搜索 然后点击这个小程序 然后呢搜索他的名字就可以搜到了 如果有一些小程序呢 阿雷没有分享到 大家觉得这个小程序很好用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同样你也可以关注阿雷的B站微信公众号啊 同样微信公众号 每天会跟大家分享黑科技的软件 如果你喜欢一些黑科技的软件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呃 B站的话会同步阿雷的一些视频 阿雷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